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2016年全国男子举重指标赛 记忆里约二位小马赛 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是男子62军级A族的比赛 那么本场比赛依然是旁光兴之道 和一期为您接受评论 你好 您好 观众朋友们好 好 来看一下这是广西武林宝君的罗玉泉 135公斤 扎曲开拔 发力有点黏 目前保持这个级别的 世界纪录 抓举是朝鲜选手基因国 停举和总成绩都是由我和选手陈领军 在2015年的世界体育级标赛上 打破了的停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目前呢停举是183公斤 总成绩是333公斤 可以这么说 男子62公斤级啊 历来都是中国的重点级别 对 我们在04年2月会场是十字有多的这个级别的冠军 好 来看一下广西武林宝君的罗玉泉 第二次逝去135公斤 哎 这马子 发力就发得很痛 节奏也失败了 不像第一马那么延 所以说本场比赛呢 由世界纪录 两位世界纪录曾经创造者是张杰 张杰呢是在2008年的亚洲体重锦标赛上 当时打破了这个级别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现在看到的应该是陈立军在赴场给你活动 我看他场上的重量是八十一百 这是他的队一项名 给他应该是往那个大腿上缝了一个号码步的 对 这就是15年世界纪录中锦标赛 冠军 停举和总成绩的世界冠军 并且打破了停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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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成功了 成功了 这样陆选十一百三八接受了抓紧的纪录 好 福建的另外一位选手张杰 现在几个人的重量都是完全相同的 对 张杰呢 是08年 亚济赛上打破了这个级别的总成绩 世界纪录 他参加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比赛 当时是非常遗憾 只获得了第四名 他的个人最好抓紧成绩呢 是一百四十七公斤 一网比赛 成文齐 非常关键 好的 这一法相当关键 在2012年的成功几度锦标赛 也是当时是伦敦奥运会的选拔赛上 他是以321公斤的成绩获得冠军 并且也取得了伦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因为对于张杰这个选手来讲呢 他的停局要比扎局要好一些 所以这一把145的成功啊 确实是很关键的 实际呢 上一届伦敦奥运会的选拔赛 也是湖南和福建选手的争夺 当时是湖南呢 是杨帆 对 杨帆 好 我们来看陈立军 陈立军呢 今天虽然说是面对3名福建选手的包围 但是他有一点好处是他的签号 是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 陈立军呢 在15年的世界主动锦标赛上抓局 达到了150公斤的个人最好成绩 有了 也很轻松 我们看看体重 他是61.96张杰是61.98 他的体重比张杰就吃了0.02公斤 20克 所以另外呢 从某种情况来看呢 这个陈立军他的停举还是好于他的抓 对 他的停举要更好 但是呢 他抓局确实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原来在14年之前呢 最好是145 那么张杰的第二把148现在要踏局了 陈立军第二把还是要148 实际上陈立军对于他来讲啊 只要跟着三位选手 辅助选手的这个抓局 不要拉开距离 对 平均是他的强项 但是呢 应该说今年的东迅呢 张杰和丁远军呢 非常细统 应该说比以往的东迅都取得良好的成效 训练成绩都突破了340公斤这样一个成绩 但是呢 关键看比赛发挥 加油 带起来一次到位 拉起来 哎呦 还是拉不起来 发力不够 这个张杰在一旁比赛当中呢 对人抓起最好成绩是147公斤 经过举起这个重量将突破至一旁的最好成绩 对 现在随少一把 可能这个位置又主动 就会变成分子 没错 这时候就是比拼这个成功率了 对 这是他的教练万建辉 应该说万建辉今天晚上很忙 他的所带的两个队员 定建军和张杰同场比赛 对 所以这样对教练指挥呢 确实有点 比较考验他 对 陈立军第二次尸体 148公斤 对 他这个体重比这个张杰轻 所以他现在追着张杰药就可以 在去年世界赛上 他的第二把尸体 150公斤成功 第三把架到 152 哦 好 漂亮 稳住 稳住 好的 走了 148 哎 你看这位选手就很有特点 我抓起来了 我不是急着要马上就放下来 其实呢 这个往往你急着放下来 有的时候这个裁判员给你灯晚一点 就很可能判失败 对 实际包括训练当中一年要求 不要是说站起来马上就放下来 其实这个支撑过程 盯着那个裁判那个灯 对 因为场上观众呢 给他鼓掌加油 他这个时候听不到 听不着这个场上的哨音 好 来看一下张杰 抓取的最后一把 148 这把必须起来了 必须起来了 放开了 张杰 这他的教练万剑辉 其实他的教练万剑辉 当时也是抓取世界纪录保持者 对 带高 敢发你 带起来 带高 对了 哎呀 还是不够 还是没带够 更可惜 实际上发只有 145的抓取程度 增加了150公斤 十号 不够 如果在这个抓取上没有突破 挺起很吃力的 是 这拉的高度还是不够 看我们看这场上 还是这个战术啊 其实已经加到150 我现在一定要必须要去服劫 两位选手 五代五出场了 对 要武要身起来的话 在抓取当中落后 陈立军六公斤 平率当中很难找回来了 另外呢 陈立军如果这个重量起来的话 也提高了比赛成绩 对 一公斤 去年的试影赛是抓150 对 实际呢 陈立军呢 个人比赛总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 他是2013年的全约会的冠军 对 当时总成绩是321 后来呢 在多次比赛当中 都表现出321 这样一个高水平成绩 那么尤其是在 总教练 总教练 尤其在15年的 世界举动锦标赛上 当时表现出333公斤的成绩 带起来还是有实力 哎呀 左肘 左肘 没关系 看一看 这说明啊 确实是具备这个实力 三盏红灯 三盏红灯 你看 你左肘那个趋势 确实 左肘 我们看不到他的左肘情况 我刚刚画面当中 看着确实很用 左肘这个去身是挺明显的 什么情况 哦 有一次 确实有 确实有 我们再看一下 比赛暂停了 仲裁 仲裁叫暂停了 看来要对这个动作 重新回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画面是仲裁 仲裁 我再看一下 确实有 还是有 如果是从慢动作情况来看 还是有 我看 这仲裁也看 这个场地的大屏幕 这是陈立军和队一 向宇 向宇 周军普心里也紧张啊 这时候这一把成败关系 这三公斤的成绩呢 但是呢 师兄说 今天陈立军能够发挥到148公斤 已经是 在国内比赛当中 是个人最好抓紧成绩的 现在屏幕上显示还是失败 还没有改 到底什么情况呢 仲裁现在在调看 回看刚才的慢镜头的回放 一直在看 来我们看仲裁这个位置 他们也是在 通过电脑把刚才这个动作的 慢镜头再调回来 再重新看 周军普站的台口 也是等待着最终的结果 非常的紧张啊 对 这事案真是斤斤计较 但是肯定的 陈立军自己坐这 你看他的眼神 也是没顶 心里没顶 五位仲裁 坐在正中间的 这是北京区大学的杨斌胜教授 实际他现在应该已经做出决定了 十四号 湖南中间众科 陈立军 第三次市局 今仲裁改参围成功 哇 改成功了 这一下周军普一颗石头心里落地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男子62公斤级停举阶段的比赛 应该说今天整个发挥比赛过程啊 这么多的应该说非常的激烈 对 有四位选手达到了145公斤 这样开靶的高度 好 来看一下广西五陵宝俊的挪育拳 一百七十公斤开板 哎呀 好悬哪 这个分推停的时候后支出腿啊滑了一下 这个台子啊 我昨天来赛场我专门上去蹭了蹭 我觉得这个台子还是不错 不滑 还基本上还不错 就是我们看到的陈立军 现在就陈立军后场准备活动 我们看五十一百六 一百一百五 看到又看了又加片了 就是应该是一百六 红的是二十五 蓝的是十 二十 蓝的是二十对 对 刚好八十加杆是 刚好加杆是一百一百五 我们看呢 现在加上卡子是五公斤 陈立军呢应该说在停举上呢 要比他的抓举更有实力 对 但是呢这两年呢 他的抓举又有了性的突破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陈立军也降了 陈立军也降了 他降的也是173 因为现在呢 这个奥运会的达标成绩呢 是三百二十五公斤 如果陈立军举起这个重量的话 三百二十四 三百二十四 对 但是这个重量 不是陈立军的最后成绩了 对 他毕竟是世界停底俱乐保持者嘛 对 这173 所以这记录差的十公斤呢 对 实际呢在一旺比赛当中呢 还是求稳 先问问对立的一个成绩 实际陈立军在训练当中 我看 行一百八十五公斤 还感觉比较轻松的 对 很轻松 这样呢 好 现在有三二四的成绩 做保证 对 这个重量 比他自己最好的成绩成绩 还有十公斤 对 差几天发现了 这个运动员啊 一旦在国际大赛当中夺冠 破世界纪录之后 身上那个霸气 马上就不一样 是这样的 咱们就是去年的双军锦标赛 他们不具备这样一种 是啊 去年的锦标赛 当时才成绩才达到三百二 对 张杰今天的抓举呢 是一百四十五公斤 获得了一枚铜牌 但是呢 他现在如果这个重量 举起来的话 总成绩是三百二十公斤 实际还落后 陈立军四公斤 但是呢 他第一次试举 所以竞技体育呢 要坚持一个永不放弃 这样一个信念 对 在一旺比赛当中呢 张杰个人的最好停举 成绩呢 是一百七十九公斤 这分别是在 一零八年和零九年 两次 一二年 轮断队的选拔赛上取得的 好的 重温 重回 有了 三百二十公斤 成功 以往个人最好总成绩呢 是三百二十六公斤 张杰呢 也多次在世界举动锦标赛上 获得停举和总成绩的金牌 他是参加了 一零年的世界举动锦标赛 当时获得了停举的金牌 在二零 这次我记得赢金恩国 是赢了一公斤吧 对 三百二十公斤 他一零年次 我们是在停举上输给了金恩国 但是在一零年的世界举动锦标赛上 赢了金恩国 对 到轮延一二年奥运会上 但是我们就输给金恩 十七纵罗的成绩也并不是很稳定 对 好 刚刚进了一百七五公斤 广西武林宝军的罗宇全 第二把 罗宇全现在实际上已经是锁定了 组织的 第三名 对 因为其他选手都结束了比赛 三百零八公斤 没了 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 陈立军又把 就降到一百七 他降到一百七十七 张杰第二把要到一百八 对 因为张杰他也是 我就是要 先打标 我先打标 他起来三二五 对 零一公斤 同时我打标 对 但是陈立军起来的话 如果是只市值一百七十七公斤 总成绩是三百二十八 所以今天呢 我也不多举 我里能 首先是 隋康啊能夺冠 对 夺冠 第二 达标 达标成绩 其实呢 现在这个三百二十五公斤 这个达标成绩啊 也并不是很低的 对 在零八年奥运会前呢 这是一个世界纪录的重量 没错 好 我看看陈立军 所以他回去了 一重新开始做品队活动了 对 我们看到他的教练于婕 正在带着他 应该说呢 他 14年到了 这个余杰 这个训练小组啊 他的抓取 确实有了 大幅的提升 另外呢 停举 在原来 应该说一定技术上 也得到了很多 很好的提升 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余杰这个教练啊 确实对于 队员的防伤防重 这个考虑 对 是 所以现在呢 运练 最优秀的教练 首先要做到 他所带运练的防伤 对 这是非常关键的 现在账结 好 来看广西的 罗毅权 最后一把 175公斤 现在应该说 场上还剩下五把试剧 哎呀 哎呀 这个队伍俩 看来 对他来讲 已经是到了 极限强度了 真是送不起来了 这样的话 今天是抓138 挺高险 总成绩308 当然这个总成 已经确保 他收回一杯铜牌了 对 那么现在 在他举完之后 全场还剩最后的四把 张杰两把 陈立军两把 总成绩上 两个人 现在是相差着四公斤 这四把 就看谁的成功率了 对 所以今天的 陈立军的战术呢 就是稳扎稳打 对 因为他已经在抓举 比赛当中呢 处在领先位置 另外呢 他的停举相对实力 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现在 就是我也不 多几 但是呢 这个成绩呢 实际328 也是很高水平的成绩了 但是呢 一定要认证 很轻松 有了 328公斤 全场的话 也达标了 超过了这次 这个级别的 这个级别的达标成绩 325公斤 所以我们看 张杰呢 到底实距多少呀 因为现在张杰实际 已经吻获 停举和总成绩的银牌 对 但是呢 他的抓举只有145 要挺183 是184 因为他的体重 比陈立军要重大 看来体重就差了20克 张杰比陈立军重20克 所以他要举184公斤 184可就是 破全国记录啊 超世界记录了 超世界记录了 但是他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因为这184 也不是说 那么轻易能举起来的 对 所以他也采取了 干脆 我也举我自己的 如果这个级别起来的话 打到325 也是他个人最好 第二成绩了 对 应该说从2008年 这个亚济赛上 取得326公斤 也是打破 这个世界记录以后呢 张杰呢 应该最好个人成绩呢 就是321了 所以这个成绩起来的话 也是将近几年的比赛成绩 提高了4公斤 180公斤 我们也看到 陈立军现在第300要个181 他现在看你这第二把的情况 因为这是一个达标成绩 325 我先达标 对 先达标 但关键是要举着起来 哎呀 这次发展还是比较吃力的 气息满 确实费劲了 现在场上这180公斤呢 也是张杰在以往比赛当中的 如果举起来的话是最好的成绩 他以往最好的平均成绩是179公斤 那么现在场上还剩下两次试局了 不过陈立军我们看看他最后是否能够发起 向这个记录冲击呢 因为他举起 如果真要举181的话 总成绩是332 对 我想呢 陈立军有可能会加到 100 至少是183 这样呢 打破自己保持的 333的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这次主要是以总成绩为主 我们看到他的医生相名 正在给他做背部按摩 看来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陈立军肯定是要第三把的 先要看张杰的最后一把成不成啊 但是呢 就是即使张杰成了 现在目前总成绩也是陈立军排在第一位 他已经打到38了 他已经打到这个冠军了 对 打标了 对 现在目前总成绩 陈立军328排在第一位 张杰320排在第二位 或者第三名的是 广西吴宝军的罗玉泉308公斤 这个差距就大了一些了 对 所以对于张杰来讲这一把 即使是起来冠军也拿不到 还是排第二 但是就是达标 冲个达标去的 对 现在至少是作为一个奥运会的 被选人演之一 我这一把起来的话 至少我是这次奥运会选拔 在这个机场上第一被选人 对 对 举算尔共中心呢 关于这个选拔办法当中呢 规定了几番原则 就是一次选拔 同手安排的原则 也并不是最后 确定人选 先发好 先发好 哎呦 飞机了 飞机不起来 偏钱因为翻的高度不够 对 这样的话 最终的是张杰来听见 320公斤 获得了比赛的银牌 总共银牌 但是距离这次达标啊 差了5公斤 对 不要了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看 现场电子屏显示 是湖南选手陈丽军的最后把 不取了 因为目的都已经拿到 第一夺冠 第二达标 还超了达标 达标三公斤 对 在这里呢 我们也向陈丽军表示祝贺 好观众团 我们这场比赛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 再见